现在大家犯的毛病呢 一开头 广泛涉猎一切经典 把你这个头脑搞乱了 涉猎太多 变成什么 变成胡思乱想 变成妄想分别执着 然后再想学东西了 你的根本已经破坏了 你很难回过头来再学 这个是真正好老师 遇到这些学生不教啊 不是他不慈悲 他实在没有能力教不出来 那个真正好老师叫什么人呢 你是一张白纸 你什么都不会 你能对他专心不犯 他把你看作宝贝 他会很认真努力地教你 你会有成就啊 你没有被污染啊 纵然是佛教经论 你涉猎太多 你被佛教经论 污染了 所以诸物要记住 佛经可以救人 也可以害人 佛经就好像是药啊 药要不对阵呢 就害人啊 对阵呢 两药 不对阵呢 毒药 求学 我以什么 佛在此地 第一句就告诉我了 求明思受解 你要没有真正好老师 来教导你 指点你 你怎么会吧 可是好老师 确实难求 实在求不到 我们懂这个原理 原则 现在没有真正善知识 找古人 依古人 只能依一个人 不可以依两个人 两个人 两个都是好老师 但是 他们的思想方法 不完全相同 那么你走两条路 两条路不好走啊 肯定是失败的 一个老师 跟到底啊 这个老师对学生 一定要负责任 必定要把这个学生 从迷惑颠倒 把他引导出来 让他大车大悟 他的教学成功了 你要不听指导 那他就一点办法都没有 一定要听指导 指导的原理 肯定先教你修订 但是这些老师 很高明 他不用修订的这个名词 他教你什么 一门深入 一定是教你专修 专进 长时间的寻修 一门深入 他要教你同时修两样三样 这不是 不是我们 入佛讲的 好老师 入佛讲的好老师 决定是教你学一门 你看 我们佛家常讲 一精通 一切精通 学到什么什么 学到通 通的标准在哪里 通到自信 从这一步经上学习 要学到明信 见信 见了信之后了 事出事件 一切发 全通 没有到见信 你还不通 中国做学问这个道理 就像一棵大树一样 我们现在在什么地位 是一片树叶 我们从树叶找到树梢 找到一个树梢 就要通好几片树叶 通到树枝 那就通很多树梢 通到根本 全都通达了吧 所以一定要达到根本 任何一步经典 都是释迦摩尼峰 从自信 般若里头流出来的 所以每一步经都通自信 《金刚经》上才说 发门平等 无有高下 就是这个道理 我们明了这个道理 你就想坚持 就是一步经的道理 在这一步经上 成就自己的 戒定会议三续 然后才能通一切法 我们在这个藏经 死传部里面看到 早年印度的龙树菩萨 这个人很著名 提起来大家都知道 龙树菩萨 学习释迦摩尼佛 四十九年的经教 我们今天讲大三经 他用多少时间 三个月 三个月全部都通他了 什么道理 什么道理呢 人家通了 你要不通 怎么行呢 华阴经商 善才同子 给我们做了一个伴养 他的老师 文殊菩萨 在文殊菩萨会下 成就根本志 根本志就是通达了 民心尽心 那是根本志 然后出去参学 这就五十三餐 五十三餐是圆满厚的志 无所不知 一生圆满无上菩提 这个道理就是 专心不犯 精进奉行 不赦所受 你只要把这十二个字知道了 你的德行学问 哪有不成就的道理 一生圆满臣服 今天最难的 我们对老师怀疑 我们没有法子信任 现前没有这个信心 找古人 古人找一个人 我在台中求学 李老师谦虚啊 好几次告诉我了 我没有能力做你的老师 我的能力只能教你五年 那么这个话就是 五年要听他的话 这是善巧方便 怕我对老师疑惑 怕我对他没有信心 所以 画一个界限 五年 我遵守他的教诲 半年 我的信心就居住了 受到效果了 烦恼果然少了 而智慧真的多了 半年当中 受到这个效果 对老师有信心 所以到五年之后 我又向老师报告 我还遵守五年 我遵守他教学的原理 方法了十年了 离开他 真尝到味道了 二离老师也在教导我 以应光大使为师 这就是 现在找不到真善知识 找古人 他介绍我应光大使 那应光大使不在了 应光大使